不至于啊 发条 4是你的刺客魂的 对吧 拿了个发条 也很稳了 没什么问题 发条的话 其实对线跟 做希德拉就对线刷 打到后期的话 发条的强度 感觉要比希德拉高一些 因为随着我们 那个英雄联盟版本 它更新越来越快 你必须要 你不练就会被淘汰 真的 不练就会被淘汰 好的 来了 那我们看一下双方的 第二场较量 VG面对EDG EDG能不能够搬回一程 把比赛拖到第三局呢 期待一下 通路两个玩球的 E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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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GEDG 这边中也是双向位 嗯 然后辅助的锤石 因为面对手比较长的劲 会选择带一个守护者 你记不记得 LPL规则里面 锤石是不能带守护 是 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 你记得吧 有一段时间 因为锤石带守护者 就太强了嘛 就跟那个什么一样 得来文带什么来着 就很硬吧 有一段时间 得来文是带 也不乏还是什么 就非常非常强 从任吗 不是从任 从任是可以带的 好像是 好像是征服者 征服者 对 但征服者被削了之后 就还好 嗯 随时带守护者是非常强的 现在拉在一级的时候 哎 这边打出上位 两边都打回来 跑得很快 但是 我觉得在一级的时候 对拼李英是发条 会更有优势 嗯 但是两边打得差不多 发现被动厉害了 对 下面抢二 指上去 配合W 知名滑彩定住 可惜的是这边没有到二级 应该就差两个兵 对 戴鼓一个就到二 哎 还差一个 啊 二级了 这波线可以推进线的话 感觉EDG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嗯 还可以 嗯 毕竟刚才第一波的消耗 其实 呃 扼菲勒斯的状态 没有被消耗掉太多 他甚至药都不用磕 慢慢的靠普攻来回一回 嗯 毕竟一开始有吸血刀嘛 是的 这路新的拉把这个兵线小卡了一下 他也是想要把兵线卡到这个位置等南枪过来 哎 你刚才说发条一级厉害啊 哎 这一波直接过去一套伤害打死 看一下要交闪了 这波不交闪 南枪跟过来A一下就没了 对 其实他如果交闪交再果断一点 他这个血量不会下那么多 对象还能舒服一些 这发条一般一级如果要去拼的话 都会学那个一级的 一级的 给自己挂个盾 对 而且有抗性 不管说打AP还是AD的情况下 都比较的无伤 哎 是的 但这里千决还是挺舒服的 因为南枪在中路出现 上了这个印记是可以轻松的收掉 嗯 那这个闪现交的值啊 是的 收了印记之后 入侵到对方上半野区 没东西刷 而且空空如也 那也是意识到了南枪的位置了 南枪的一个路线 现在打的还是比较风平浪静的 两支队伍都有点偏运营 嗯 不是那种说出阶非常喜欢打架的 是的 从路发条接交踢上线了 要不然这波线他会丢很多经验 发条双多蓝了呀 这个刚才那一波给的压力还是有的 对 那这样发条的参战点又要比较靠后 发条的一个赖线式打法 嗯 奥文这个英雄是真的恶心 是很强 打谁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指过去滑踩定到 但是千诀离的位置比较远 哎 这波千诀是来不及的 放了个真言 罪名定到了两个 后续也不太敢消耗了 而且你发现是VG打的先手 打完以后 这EDG下落双人组是满状态的 对 中午拼的好凶啊 啊 这个QW打了不错的伤害 哇 有没有机会 啊 但一为一强行把闪打出来 好凶啊 两边中路都是血迹方刚 是 就通常我们觉得中路是发条 对上辛德拉 两边对着刷 嗯 但两边是用AD的打法来打中路啊 互相靠普攻式打伤害 是 这波发条是把刚才那个闪现的场子找了回来 嗯 这样的话 他的闪现会先好 哎 这边直接闪现一过来 有踢有踢 看下这里要再打一个闪了 嗯 但辛德拉这波也不亏 因为他是回家 然后踢过来 这个踢直接是打掉了对面两个召唤之技能 对 这里是尽量的干扰一下 而且还消耗一下血量 中路兵线是刚好在中路会合 下路打回家以后又能动 又能动这个火龙 EDG这一波的进攻是非常的奏效 对 对方打回家然后控龙 这个节奏很不错 而X这个时候远在天边 这个龙就不要响了 嗯 这跟上一把的剧情是不是有点像啊 感觉 都是在很早的时候第一条龙扣下来 对 然后另外一边的打野却没有办法去交换先锋 因为还没有刷 这个太早了呀 对 EDG这第一波进攻都是比较有效果的 对 用小心机对吧 下路拼你一下垂直闪现过去 换掉你下路越来越多的技能越好 哎但上路这一波应该是想越了看一下 女坦 这边是一个满状态冰线是足够的 但这个线 没有人能来支援 因为新德拉的TP已经交在下路了 团长龟 直接越 哎呀这个闪现没躲开 而且女坦扛塔扛的还可以 好投 血量有点低但是也没有被杀掉 等一下兄弟我们一起坐电梯 感觉这个航他上一把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往上路去靠了 对 这把依然是这样子 后续遇到威胁队伍的话要稍微小心一点他们的辅助 是的 这波靠的很有效果 船长是大招闪现全交 而且刚才TP也交掉了 而且他那个闪现是刚好遭到了二段阳的撞击 对 这波好伤啊 好伤 因为本身船长到六以后对于其他路就是一个威慑嘛 有个大招能够支援 而他现在这个大招没了就没有办法威慑掉其他路 一来的话其实双方打也有一种把重心互换了的感觉 南枪这边已经刷到七级了但千杰这里只有五级 这边等级差距还是挺大的 毕竟刷野的效率上南枪还是高太多了 对 这里要征服 我来想应征 南枪在这里怎么说 南枪要被开了 直接逼出了自己的闪现 一勾勾到了这里的 哎呀千杰没有六级 但是伤害燕能够打出来 拿到了南枪的人头 后续还要再追起一发四发子弹 直接秒掉了垂直 哇 辛德拉也很难逃啊 完美羡慕 这一波的入侵直接 炸了 把自己打崩了 是的 崩了 哎呀 好难受 这一波真是把自己打炸了 刚才其实千杰没有到六 那是一个对于EDG来说很好的一个机会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但是没有把千杰杀掉 千杰这里还能反过来做入侵 对 因为他现在202了 也很舒服 千杰肥起来了呀 肥了 千杰拿两个头 一个是上路月塔拿的 一个是刚才拿的 然后下路AD也拿了两个头 这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了 对 过来一场洞 但是垂直在旁边 这波千杰有点危险 一波攻到了 但是有杨林生七 开起来自己应该是跑不掉 选择了又换一波雪 这里打得有点有点不小心了 说实话 而且船长拿到了一个终结头 且拿到这个双buff 那这样对线的话 奥恩变难受了 这个 没道理就直接过来这样去 点人家演的呀 对吧 你中路的辅助 中路这边的掩护有没有到位 而且自家 就辅助没有垂直来得快 自家辅助才刚到中路二塔好像 是的 有点着急了刚才 对有点急了 先锋就要拱手相送 一滴技拿了先锋 把刚才的节奏稍微的挽回了一些 虽然说刚才下路那波打炸了 但是经济没有拉得很大 如果利用这个先锋再挽回点经济的话 一滴技来也是可以接受的 发条就是先出法穿鞋 这两个人去野区能找到谁呢 想拿男枪的头 想要去包下路 但是下路没有兵线了 下一波线快来了 吃了个肚层 近的话推线还是很快的 但发条他不能在下半野区浪费太久的时间 能下一波节奏还是得等这个小龙快刷新的时候 下一波小龙奥文要来参团的 两边上路奥文是有踢 团长只能给到一个远程大招的支援 下一波微技拿小龙团应该是有优势的 千锋现在等级没有被拉开那么多了 中路的话虽然发条没有做出仪式的章节 但是他有两个多篮界的加持 在中路也是可以推线的 对 他这两个多篮就是为了牵出法穿鞋 自己的作战能力要稍微强一些 下路好像想动千锋已经在路上了 女坦这波是有大的 但是有灯笼啊 这波就是还是吃到了减速 这一发W没有能够定住 脱离了千锋圈的位置 但是与此同时TP过来了 发条来了 发条是有大招的 球的这个位置放的一般 给队友一个加速 赶紧先逃了 看到了节节 这波EDG的反应还是比较快的 船长的大招也在 这里没有浪费太多的技能 双方都是且战且退 打了一回 但龙已经先开了 这波龙EDG也没有什么防守的空间 还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风平浪静了 当EDG意识到这个小龙丢了之后 也没有想着再去 硬去接这个团战 想想看先锋怎么用吧 看那个样子好像要放在下路了 下路 这里治疗直接交出来 哎呀还想操作直接被勾到 那这样下路一些他肯定没了 打到三层渡城以下 准备放先锋 这样的话 这个先锋的收益就可以自大化了 团长刚才也利用大招清了过线 上路这边跟奥恩打起来了 感觉奥恩有点硬啊打不动 大招二段逼了个闪现 这个闪现交的 好急啊哈哈哈哈 下路一些塔可以吃掉 嗯 结果贝罗斯 没啥问题 因为他刚才先锋的位置是在上半区的 对 不交的话可能比较危险 帮忙打一下 团长装备还挺快的 没啥 上路掩护一下吃肚层 嗯 随着两边打下来 EDG慢慢把初期那一波比较炸的团战的烈士都抹回来了 对 下路这波塔导致他们现在经济是优势 但千诀现在印记的状态应该还可以 应该有个三层了吧 嗯 看一下三层 应该是三层 等到四层的话他就基本上毕业了 这算是比较顺的千诀了 对 感觉是刚才这个 蓝大夫区的那波团战给了个机会 哇 但南枪的经济领先好多啊 嗯 上路要抓 奥恩还是有闪的 这波要张闪了吗 被崔明定住 这个是不交技能了 一地记下路这个垂石带了几波节奏很重要 很关键 而且上路这里又可以吃肚层 哇 那前进一地记把这个肚层吃的饱饱的 是的 下路并下来还能再吃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船长都有赏金了 现在这个形式啊 对VG来说不太妙 不太妙 你虽然说面板上看到VG的这个人头是领先的 但是在 厄波罗斯太肥了 对 胃上面的话 第二座满肚层的塔被他吃掉了 对 就莫名其妙现在已经是落后两座防御塔了 对 但是另外一边的话 其实 赵外郎跟X也是在换肚层 想要追到这个十四分钟小尾巴吃更多的钱 但这个塔十四分钟的时间 有机会 应该能推掉 疯狂 还行吧 这样的话也换了一座防御塔 经济稳稳了一些 要不然像刚才那样落后两座塔 经济的差距又来到2000了 是的 肚层脱落 但船长现在好像有点止不住的味道 一直在free farm 没有人能够对他造成干扰 而且厄波罗斯还是很肥 123刀 再加上他肚层和防御塔吃得多 两个塔都跟他有关系 是的 下一条风龙 感觉蓝色方是可以来接的 他们现在是具有这样的作战力的 新的拉 有一个卢灯 是自己的一个强势期 因为发条这边 发条刚才也下路吃了很多塔皮 也把炉灯补出来了 那其实就是EDG在接团的时候 要看好牵绝的这个大招 因为牵绝大招有可能会导致 就是这波团战危机这边反打一波 是的 好凶啊 但是这个Q是没有能够刮到的 这个forge打的是真的凶 对 他这个发条 感觉总感觉打出了一种那种 无锡安的感觉 是的 经常就是在中线上 越着兵线上来跟你battle 先锋已经刷了 下一条龙也快刷了 嗯 前方的这个河蟹是VG站了下来 对的红左方的 但是兵线上来看的话 EDG是先把中路的兵线抢了下来 奥恩在往过赶了 中路好像想开一波 但伤害够吗 伤害的话 感觉是够的 哎大招直接开 要开垂石垂石 垂石这波有点难跑 在机身之前是勾到了发条 但是大家这个大招拉得非常不错 拿到了这个人头 在这边大招拉出来 定一下 伤害还是有的 嗯 杀掉一个随时发条回家补给 这条小龙还不好说 是 不过发条的传送好像已经好了 嗯 回家可以不用传 可以不用踢这一波 已经 就EDG已经想明白了 小龙不要了 换个先锋 两边都想清楚了 所以TP也就不用交了 因为危机其实已经赚了 因为他刚才杀掉了一个垂石 人头给到了发条 对 龙也是比较稳的收下来 这个先锋一拿可以去撞中路 两边算是自然交换吧 各取所需 这发条怎么又来了 好凶啊 直接给他的这个大招了 感觉要单杀了 一个QW最后收掉了 Forge这个发条打的真的可以 很强 这个大招过来也没有队友能够支援 虽然是有一些减速的效果 但是也让Forge能够轻松的逃掉 好自信 好自信 这个发条不像是我们在世界赛上看到的很多发条 那种超长时间的发育 走那个大天使的那个路线 是的 他这个装备出的打架能力很强 对很暴躁的一套出装 他再极致一点出个什么GLP800 对吧 旁边前击在镀层上面是VG领先了640 VG还领先呢 这统计错了吧 因为 EDG下半区拿先锋撞的下塔 怎么可能下半区是零层 对啊 EDG他下路应该是吃满了 对啊 所以这个一看就不可能 对 不可能不可能 这一定是数据出 统计错了 对数据出错了 下路是满多层塔吃掉的 是的 在这个地方敦服 大招通了 这个大招一个预判的位置 发张好狠 好极限的大招 直接开启大招 但是有队友帮忙挡 而且有一个守护者 守护的很不错 基本上没有吃到对方大招的伤害 危机就开团 就不讲道理 嗯 就感觉是一有大招 我去要跟你拼一下 是的 一直在给压力 这一波大招没开到 也不损失什么 对吧 是的 随时也很稳 所以它闪现也没有 是盲目的按出来 因为他们的开团手段比较多 嗯 即便是太阳要斑没了 还有奥恩的羊 奥恩来正面了 想要去推进 对方的中路一塔 好勾到了千绝 但是不太敢上 没兵线了 危机打的还是很有耐心的 嗯 下一条风龙 还有两分多钟 回家整备一下 千绝的第二件装备 什么时候能做出来 而且这个奥恩马上就13级了 嗯 不过危机后面 其实要提防这个船长 对 船长一直在自由发育 但下一波龙啊 我感觉EDG可以考虑放 其实 嗯 只要现在拖到 再拖个七八分钟 其实EDG阵容就比较好打了 对 等这个船长 起飞 扼佩洛斯也可以第三件装备 对吧 现在等扼佩洛斯第三件装备 等船长发育起来 文朵起见可以放这个听牌龙 放这个听牌龙 然后龙魂团的那一波EDG 会很强 是 如果打输的话 就有可能这个听牌龙跟大龙都没了 还不如就是说 避免更大的损失 是的 避免高风险的行为 这里又想打 换个眼 上路的防御塔 发桥给单人推掉 而且发桥这波回家 第二件装备应该是有了 有 中路直接放先锋 哎 侧面抓住一个奥恩 一能拉开 闪现躲开钩子 我的天哪 一万个技能打在奥恩脸上 但奥恩太肉了 这波感觉要反打 太阳要搬发下来 没有打到 W也没有定到这边那个飞流斯 而旁边怎么说 完了船长有点冲动 正面已经是死掉了船长 完美谢幕过来 打到了0909 0609 最后一发 长出了自己的闪现 后面还想再追 闪着回去 直接收掉人头 大招开启杨丽生气 自己没有阵亡 这波X打得是非常的凶 这波EBG又打仗了 这波打了个零换三 而且大波的技能都已经挑到了 双C的闪现全都不在 下一波 这不会又要打龙吧 这个时间点感觉可以开龙啊 没啥问题 这么凶吗 算了算了算了 十几秒 因为男枪还活着 而且X半血 我觉得刚才杰杰在去追 那个Cube的时候 Cube交了闪现 他就可以走了 没有必要再在那个地方 在Cube身上浪费了太多技能了 对 中路想推 但这波打完以后 WG中将又是补充了一波 发条已经305了 这个发条好猛 而且千绝也很肥 是的 千绝刚才好果断 那个位置闪现过来秒一个 果断开大招 对 没有被换掉 看下刚才一波精彩回放 这里后面的一个TP 应该是来自于发条 对的 还要放了一个好大呢 逼了个闪 是放了个好大 可以说队友的近的伤害杀掉了 那侧面的话 又是华彩在这里留人 哇 伤害也很高 虽然0909交了闪现 但是后续闪现分发的X就直接杀掉了 是 因为这波果然是没有控制 能够控制千绝的 旁边想抢 嗯 没有抢到 不过有垂直问题不大 对 哎呀 这新德拉 这一把 0909是被打崩了 嗯 从对线到团战 现在打的已经有点崩了 是 这怎么说 现在这个情况 1DG 也不是说没有翻点 它还是有翻点的 没有翻 其实刚才就说嘛 嗯 那7分钟的时间你要给拖发玉 让恶菲流斯和船长的伤害 要过的那个预值才行 嗯 现在他们两个就差那么一奶奶 就差那么一奶奶 对 而且你看恶菲流斯的装备 他已经停工很久了 嗯 上条龙打 对打之前他这个小攻速感觉 一直画在身上 然后也没有去 而且还是个草弦 嗯 等会回家应该能够出一大波装备吧 直接省得了开龙 有千决打的是很快的 静也来了 奥恩也来了 想欠一个传想的大招吗 哎 龙得放了 啊 海克斯闪过来看一眼 哎 这波发现南枪的位置要抓了 这波龙肯定要抓了 要抓了 传想大招开过来 但是不可能靠大招抢龙的呀 这里本身一定发现大招拉回来 我的天哪 直接一发最后一子弹 是暴击掉了南枪 而且又是0909 0909 封房走位躲掉了两发 第三发也躲掉了 最后一发 哦 天哪 662 我躲掉了前三发 但最致命的那发子弹没有躲过 前功尽弃啊 X也是终于把自己的等级补回来了 你已经崩了 刚才在罗龙的时候 他本来是落后南枪一击的 崩了呀 这边想阴一下 伤害炸出来还可以 这位置危险 但是隔墙想打 哦 这一波伤害打过去 随时闪现 有队友过来帮忙 这个TP要拯救了 反打了 反打了 奥文Q技能过强 但是没有给到减速 旁边 致命滑踩没有定调 现在滑踩也没中 第二 EDG感觉现在有点难 你处理对方的这个牵绝跟发条 处理不掉的 现在还有当着MUFF的推进 要小心进这个位置 但是 平A伤害还是蛮高的 而且进跑得快啊 跑得快 跑得非常快 我一直在风筝你 下轮二塔 这个应该是比较轻松可以推掉的 是的 无人敢过来防守 EDG直呼难顶 经济的差距已经很大了 又是那种 就很尴尬的情况 你知道吗 明明离自己优势区 优势的时间点 就差那么一小会儿了 结果打了两波 卡住了 对的 卡住了 就这个你真的不能说 EDG打的 就比如说太给机会 但VG抓机会的能力 确实很强 太强了 两场比赛都是在 最该去起节奏的点 把握好 你看他那脚子怎么起的节奏 什么女毯发条 大招完全不省的 就要过去硬杀你一个人 有大就尝试性的开 又来了 大招直接定座 那这样 南枪是肯定跑不掉了 你看 杀你一个人 我用三个大招都可以 然后这波大招打完之后 我就往后撤 对 然后我开始 对啊我没大招 我不可能再开你 但是我推进能力还是很强 再去拔一个你二塔 虽然每一次都是 那个潜尝折址 但是极少成多之后 那个优势就扩大了 拔掉 那这样的话 所有的外塔都已经高破 有点 EDG 推两座塔的头 VG一座塔都没推 现在VG是连推六座防御塔 EDG去找不到进攻的节奏 加速了 嗯 上路这里一发子弹 爆击 打他也是很痛的 而且中路牵绝在这里 大概中路的高地塔要没了 防守不过来啊 真的防守不过来 抚背受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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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面楚歌 上路过来 哎呦 哪条线也不行啊 大龙马不消失了 这一波大龙是拿到了很多的优势 这一波大龙直接带掉了四座防御塔啊 经济直接来到了八千多块的领先 又是把两个大招 哎呦 你看即使是杀一个辅助 他们也打得很果断 远端开启的完美泄墨 哇一发子弹 两发子弹 正面有杨林生息 千决根本死不掉 这一波大 难强的大招 嗯 伤害差那么一点点 哇又是 大招直接定 好难受啊 好难受 这波该撤了吧 哎 也去扫荡一波 然后去拿自己的龙魂 嗯 风龙魂再拿 哇 哎呦 佛尔治太强了 太强了 太强了 焦太郎 能看出来为什么在 对方拿了奇特拉的时候 他没有选择拿艾克 拿了一手发条 他这个发条是真的猛 我感觉现在EDG 就基本上难翻了 难打了 风龙魂再一拿 风龙魂再一拿 基本上 这一把就进不到 那种死局了 本身 千决这里的保底装备 也做出来了 水云世代一出 表表 我的天 水云世代加表表 这个过分 真的 这就是一点机会都不给 而且奥恩已经15级 发了吧 无尽发了个炉灯 并且威劲 又来了 哎呦 这个闪现 这个闪现好亏 即使这个大招打中了也没有人 因为他不知道 对 他三条风龙大招好得很快 嗯 所以他这个大招已经是肆无忌惮的随便乱用了 是的 结果你看大招已经赚了一半了 这个大招真的太快了 就仿佛是看到了卡尔玛的大招的那种感觉 是的 你看马上四分之一了 嗯 马上要好了 对的 这波高地 女塔又有大了 踢过来 想直接掩护一下上路正在推塔的先决 若退散没有推到人 嗯 等兵线来吧 上路是肯定顶不住了 顶不住 这个周路超级兵的压力很大 大呀 又三个大回来 女塔指过来之后再闪现走 这个杨直接撞飞了三个人 一头嘴在防御塔上面 没有击飞 但是正面 伤害能力差太多了 开启了杨立生机 保住了队友 远端又是开始完美羡慕 最后一发子弹 打出来伤害很高 配合发条又秒掉了男枪 这一发发彩虽然没有定处 但是 我的伤害不达不有几次 只剩下090有一个人了 好大呼 而正面已经点掉了这种选项 我们恭喜威敬 恭喜威敬 哇 人头比最后20比3 干净利落了拿下的这场半决赛 同时挺进了2020NESD的决赛舞台 对 对 对